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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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哥 这个表演好像是到目前为止 你唱的最少演的最多的 对吗 我唱了吗 梁老师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整个里面分两个时空 一个是我在一个沙发上 是一个怀旧的时空 那另一个时空是性格和莫愁在同一时空 两个人在有一种感情纠葛 其实每一个时代可能背景不一样 但在情感上有很多是类似甚至于完全一致的 做了一个时空与情感的一个概念 只要我们想起了龙哥不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 同时还是一位新进导演 所以刚才那一出是您的主意吗 性格和莫愁的主意 太难了 你自己死要唱的 放跳我就好了 他说我可以唱一小段吗 一小段就好了 他老拆人家台 一拆台为乐 谢谢观众朋友们也好 这个昨天一直他们在吐槽 说龙哥你栽和不栽都一个样 我得解释一下 我觉得我希望狐狸灯或者所有乐队吧 应该是那种要封就能封成魔 要尽就能尽成像一条河一样 就是我们这次其实就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窝口担当 我们也觉得任何大家的分配不均匀 因为每一首歌的处理方法 和每一个作品的诠释都不一样 也许下次我们彻底就rock and roll 一定性格是CV打鼓 但是一个就都没有 一去唱也没有 那也得干的这事啊对吧 特别酷 太死了 我觉得乐队的分工是非常明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担当 如果我们混淆一些概念的话 那这个乐队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味道 明白了无论是谁 但是乐队的中心只能有一个 这不能改变 是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